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在近些年的业余比赛中成绩斐然 不仅在国际国内比赛中都拿了不少冠军 今天我们就想来看一下他的今年的世界业余锦标赛的夺冠谱 他和潮血骑手李真雄的对局 白宝翔的骑风非常的有意思 他的骑非常稳健厚实 看他他对骑的理解 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业余界最好的几个人之一 他对骑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看上去很稳健很朴实 但里面对骑的理解 经常听他讲骑啊复盘的时候 都会觉得跟我们下的围棋 是不是一个围棋的意思 所以他我们经常特别喜欢跟他摆骑 而白宝的脾气也非常的好 记得他的骑品尤其值得称赞 记得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是我和他的一盘对局 当时其实本来他的时间要比我少 他可能还要一分钟 我还要三四分钟 大家都在收官 可能收到单关的时候 其实我的时间也已经非常紧了 可是我没有注意 等到我还有五六秒钟的时候 我还没有注意 我还在点幕 然后他提醒我 你快超时了 我觉得这样 这盘棋要知道 可是决定冠军谱 谁赢下这盘棋 谁就可以当时拿到 那个湖南的国番 被全国业余锦标赛的冠军 然后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提醒一下对手 说你这棋快超时了 然后我赶紧把棋收完 最后尽管那棋是我赢了半幕 但他却赢得了我们所有棋手 对他的一个尊重 确实是一名棋品人品 都非常好的棋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盘实战 这盘棋下是在今年六月份下的 百宝霞的黑棋 朝鲜的李真雄是继赵大元 朴虎吉 然后李峰一之后的一名 优秀的业余棋手 他棋应该说是也是非常非常职业 在去年商旅杯中也打进了前20名的好成绩 应该说也具有相当的冲击力 而在这届的世界业余锦标赛中 值得称之是台湾选手 中国台湾选手也战胜了 那个 韩国选手 所以世界 应该说已经是世界大乱 可以首先先挂一下 这应该是白宝霞有所准备的一套布局 中国六我们在前几次节目中也讲过 特别担心的是白棋挂脚玩点33 而值得介绍的是 这排棋下于2017年六月份 将白宝霞对于这一代变化 肯定是非常了解 因为白宝霞对着骑的理解和熟悉程度 都是非常非常强 那它是想干什么呢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这挂一个是未必有利 而我猜想它会应该采用的是 阿法狗的下法挂脚 这是阿法狗非常推荐的一个下法 再走这个 保留这里的变化实在走成这样 而现在潮血骑手 其实他们的资讯非常发达 他们对阿法狗 或者对现在一些新变化都很了解 而且有他们自己的一种理解 我感觉他们就等于中国的一个地方队的骑手 并非是现在由于资讯的一个发达 国家队和地方队的一个差距也在减少 以前我们可能有些骑谱 要过了很长时间 过两三个月才能看到 而现在只要有只要下了骑 当时基本上都有直播 最晚最晚当天晚上也都能看到 只要大家用功 只要骑手用功的骑手都能研究 所以他肯定也知道白宝翔会有这一系列的一个构思 所以白旗实在就选择另外一个下巴 走这个 走这个 是跟这个相比 很明显是强调对脚的一个严厉性 这个的话 黑旗十有八就会夹击 这样下成这样一个图 靠 走 断 基本上会下成这样一个 首先这个白旗斑也是有的 但这个图感觉 至少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白旗 我觉得白旗有点苦 黑旗顶段 这不知道对局者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这些对骑行 这些都是这些变化 其实都是可以下 但是对骑的骑风的不同 和对骑的理解不同 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不同骑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白旗如果断 黑旗走这个 白旗有可能会打吃 在一小间 这也是有 黑旗如果拐的话 白旗压一下 走 这应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形 可以去爬 白旗走这个 可以去刺一下 打 站 走 白旗压一下 黑旗扳 这也是有这样的下法 这样脚上留了一个打结 留了一个扑了扑的打结 另外白旗单肩也是有 单肩更为复杂一点 但一定要争执有力 所以这一代的下法 其实也是供大家可以参考的 另外白旗还有走这个的下法 黑旗估计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肯定拆回 这样的话白旗这两个挂脚 黑旗未必满意 未必得分 黑旗估计也会加 那白旗也是有这个 黑旗可以考虑这个夹 白旗断 黑旗走这个 白旗吃 白旗如果立 黑旗拐的话 白旗有连搬那个下法 连搬什么意思呢 黑旗有的旗就说 黑旗这不是双叫吃吗 走这个 黑旗提 这是不能再打了 再打一吃 黑旗AB两点 被白旗逼得齐 黑旗大只提 白旗退 形成这样的一个下法 另外 黑旗如果吃这个的话 那难免吃亏 走这个 这样 白旗可以一跳 也可以尖锋 这样的话 黑旗走这个 所以这也是区别在这 不能走这个 如果白旗 黑旗走这个的话 白旗不能跳这个 这也是走这个道理 如果黑旗走这个 白旗肯定是跳 黑旗走 白旗才顶住 这个图是明显白旗好 而这样的话 白旗如果跳的话 黑旗就拖了一拐的好手 这个白旗就很痛哭了 白旗如果贴住 黑旗一挖 这白旗就封不住了 这还是有区别 如果逼在这 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这样的话 应该说也是喜欢 黑白旗人都有 可能是喜欢白旗人 更多一点 觉得以这位作为背景 开始对这进行攻击 当然 即使很多图 大多数旗走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觉得黑旗不住 当然这个子的位置 最好在这里 这样的话 即使 喜欢黑旗的人 更多一点 因为觉得 这白旗目数 其实将来是这样的 黑旗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转换 另外白旗也有这个下法 白旗有压的一个下法 黑旗搬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字 放在这里看一下 白旗虎 黑旗沾 白旗虎去 所有黑旗大支点 走 加 再一加 这也是有 是黑旗取外 是白旗取实地的一个下法 当然黑旗 另外也有这个 拖这些一个下法 黑旗也有靠 也有靠这个的一个下法 当然如果这个图 就不太好了 这样是可以 白旗就比如说走这个 黑旗就顶过 这也是有这么下的 但这个靠 不是下的人比较少 一般都觉得不是太满意 所以黑旗拐还是最多见的 实际上我估计 它是觉得这里 又被你挂到一下 它不太肯选这个图 它觉得这样一个图 它不满意 黑旗这个子的位置 明显比这个要好 尤其这里被挂到了一下 它觉得这样图 下成这样的话 它觉得不太满意 黑旗走或者拖先 黑旗这里还是非常的厚 或者白旗压的话 黑旗这个子的位置也不错 所以这也是先挂一手的含义 其实是防白旗在这走 另外在这一带的攻防 如果不往这走旗的话 白旗尖顶的话 这也成为另外一个套路 这似乎一般来说也是 黑旗更主动一点 这是黑旗的一个构想至少 大致会下成这样 黑旗在跳 白旗小肩要紧 如果直接走的话 黑旗靠了一段 靠了一点三三 这白旗有点难受 白旗不能团 团背黑旗一段就崩了 只能粘 粘到黑旗先手扳一下 这还很舒服的 所以白旗一般 先把这下刺掉 对脚上防一防 黑旗走这个 白旗跳 黑旗拐了一跳 有很多实战是这么下的 应该说也是双方均可接受吧 实战白旗肯定是 不想落入黑旗意图 作为黑旗走这个布局 肯定是做好了 跟你下这个的准备 肯定是做好了 跟你下这个准备 这样的黑旗很容易 是通过这里战斗 这里自然成空 是一个兼顾 事与地的一个布局套路 白旗如果走这个 黑旗就一飞 这也有一系列 非常多的变化 黑旗扳 白旗如果长 黑旗小肩 白旗如果扳的话 黑旗还有拖的一个下法 也有退也有 反正各种各样 这一带的下法 还是非常多 黑旗单小飞的也有 现在反正 阿发狗出来以后 这种下法都出现了 所以在这一代局部 作为白旗的一个思路 无论走这个 还走这个 还走这个 甚至肩顶 都容易陷入黑旗的套路 而白旗如果挂脚 走上面的话 又容易形成阿发狗 比较喜欢的一个局面 这些都有可能是 那个李真雄当时 在局面上考虑的 作为白旗来一方 绝对不愿意 进入黑旗的一个布局套路 想办法打乱别人的构思 这在一些比赛中 尤其是重要比赛中 还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白旗走了这个 这手机 尽管黑旗还是能加 但白旗再靠的话 显然这个严厉性 要远远的超过 原来这个和这个 所以黑旗 白宝翔旗风 本来就很稳健 他就走这个 白旗顶 黑旗立 所以白旗走这个 应该说也是局部上 白旗这两手旗 这跟这肯定没法比 肯定是这样的 但这样白旗走不成这样 这样的话实地上 尽管差一点 但从战略的意义来讲 而且从大局意义来讲 白旗肯定不差 黑旗飞 飞 我这次在和白宝翔 在准备这次 讲旗过程中 和白宝摆这盘时 他觉得飞稍微有点松缓 还是应该走这个 还是应该搬了搬 这是正常 他觉得还是应该这么下 走 就贴也可以 或者拆个一也可以 或者虎 虎可能稍微有点缓吧 贴或者拆一吧 他觉得这样更好一点 实际上飞走 这加拿来被白旗 一旦抓住机会 被白旗一刺 黑旗很难受 实际上白旗先跳 黑旗刺 刺是 这手旗白旗跳以后 值得注意的是 黑旗如果拖先走这个话 加拿来白旗这个打入非常严厉 首先黑旗这旗是盖不住的 盖白旗不会在你下面 或者是要搬出来 黑旗走 白旗打吃 黑旗长 白旗沾 黑旗打 白旗立 黑旗倒 然后白旗就把这个给争了 这就成为AB两点 白旗必得其一 那打入的话 如果只能忍耐的话 那无疑这两手旗 白旗先手便宜很多 加拿盖的话 就多了各种各样利用 像就比如说这两 本手黑旗要硬一个 那这两手交换那无疑是白旗得分太多了 加拿来白旗这个有先手味道 其实最简单的搬了打吃 这两下也特别的舒服 那黑旗单跳这其心有不甘 因为单跳以后再点 白旗肯定挖沾你了 白旗肯定挖沾你 你这点不着了 挖沾你沾 白旗一挡 所以这个时候 点正好是时机 这时候白旗挖沾 有些不好意思 黑旗就打吃了一虎 这里黑旗也省了 不可能黑旗再往这放一手棋了 白旗补的话 黑旗就拖前塌头 那实战白旗一沾 这其实双方都很讲道理 白旗沾的话 那我这次黑旗肯定补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都点到一下了 将来这一手棋的严厉性 会大大增加 如果没有这一手棋的话 这个打入几乎是互联白旗 就随便上面连一连就可以 但有了这一手 那黑旗跳补 白旗自然也跳补 所以双方还是很讲道理 因为跳步以后 你这两手交换 就让你损了 那本来这肯定是 如果将来这个子不能出动 那肯定是亏目了 综合来讲 双方这一代下的还是很有必然性 随后白旗由于多了这个子 黑旗就把这个爬了 如果不爬的话 白旗这个一次黑旗很难受 甚至一挡黑旗也只能跑 黑旗爬 大肆进入也是双方棋封的一个写照吧 白旗下的非常厚实 朝鲜那个李真雄啊 旗应该说是非常厚实 而白宝的旗也是稳健 加注重实地 随后下一手 我觉得多多少少一些旗过 实际上白旗选择飞一个 而罗拉我下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在这挂 黑旗走这 我觉得这挂了点角的价值 要比这个手角要大 他可能是我觉得 李真雄对这个旗的一个理解 他觉得我这个是一个铁头 其实对你这个上面的模样 已经有了一个限制 而我这里是有子力配合的 我更希望跟你互相成为模样 这样我就能发挥 自己发挥这个铁头的作用 又发挥这一代 我这些子力的配合的作用 他是这么理解 但我觉得这个挂了点角 这是很实惠的一首旗 这是在局部能取得不少便宜 而如果黑旗扎钉的话 白旗也不怕 白旗可以先靠一下 先在这里进行一些交换 假设黑旗走了一例 白旗就在这 这白旗在这里 轻松打一块旗 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黑旗大致本手还只能走这个 那我就再走成这样 这作为白旗来说 大家没有模样 这只慢慢比实地 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这也是旗风的不同 他是来走这个 黑旗飞 如果说这两首旗 旗风的不同的话 对下面一首旗 我觉得我不太能认可 李真雄的一个选择 实际上他选择了一个实地为上 自补 当然这是一首非常大的旗 但如果让我下的话 绝对会下在拆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连片大厂的 价值要大于这个脚上 况且因为白旗这里后卫 而且这里白旗将来一阵 肌膀黑旗出不了头 所以这首旗的价值 我觉得更大一点 本身黑旗 我觉得也不会马上走这个 马上来活你这里 活这种 这首旗的价值也大 但是黑旗会拆 白旗再走这个 黑旗尖 所有白旗在这个扩张模样 飞一个 或者在这飞一个 这我觉得应该说是 白旗比较生动的一盘旗 实际上白旗走这个时候 白宝就显示了 他对旗的一个理解 他想很紧密 先把你线一线 而且注意 他的选点是走这 让你往这拆 而不是走这 让你往这拆 他觉得这里 跟这里的攻防更为重要 实际上黑旗走完以后 以后黑旗再走这个 就能连续走到两个 本身的话可能是这样 那这样黑旗一手旗的效果 显然没有把白旗逼到这里 所以综合来讲 这两手旗应该还是便宜了 实际上黑旗走 白旗走 接下来一手旗 白旗我觉得下得非常好 走这 白旗掉这个 这应该说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感觉 但又不得不说是一个好感觉 这手旗也受到了白宝香的一个表扬 说这手旗很有感觉 一般来说 如果白旗往这一带走旗的话 黑旗就继续 肯定把这个子看清 甚至又跳一跳 把这个限制住 实际上他远远的来一个 而且黑旗观念 这旗不好印 往这印一个 肯定是太委屈了 将来白旗这里随便便宜你两下 这谁得的目数多还不一定 而实际上黑旗选择拖先 白宝也是 这两个帧都是大局形骑手 我确实也没有这个肩冲的感觉 但白宝说他觉得还好 他觉得这个走一个 把这个连一连加下后也还好 我的感觉大致小肩一个 我觉得照应一下 但可能是他 但我小肩 我觉得实战中我也不太会下 估计会走这个连一连 估计就是这样 然后白宝觉得上面没什么好下的 先把这里走一个 也有一手机价值 这可能也是一个棋风的不同吧 在这里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骑手的棋风不同 还是会产生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 之前其实有一个伤旅碑 之前每年其实也就是之前 每几天下了就11月份 11月初下的 商旅碑除了一个个人赛之外 还有一个双人赛 而我们几个好朋友之间 我们经常也会组队 第一年我和王称组队 我们俩尽管有一些惊险吧 但还是有惊无险的 拿下双人赛的冠军 因为我和王称的棋风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像 都比较注重实地 然后就唯一的区别是 我比较喜欢发力 而他比较喜欢收官 这样我们也能互补一下 第二年白宝说 要不咱们组队吧 然后我就跟白宝搭搭下双人赛 那这个双人赛的过程 就比较痛苦了 我和白宝的棋风的一个差别 确实比较大 他就特别讲究这种 对棋的一个理解 就比较厚啊 比较怎么样 我就特别不喜欢下的厚 下的慢 他的一个棋风是比较厚实 厚重 比较一点点 栩栩前进的一种棋 而我的速度 我讲究比较讲究布局的 一个速度和效率 就双方还是有一个 明显区别 所以他想快的时候 他想慢的时候 我想快 所以我当这个是节奏的快 布局的一个节奏快 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很难融合的一个态度 结果我们只能四胜一败 最后拿了亚决 然后今年我和王轩搭档 又拿了冠决 还是棋风搭档 棋风相配 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开玩笑 如果我们和马天放搭档的话 估计会打起来 因为我们的棋风的差别 实在太大了 他特别喜欢厚重的杀 而我们觉得有的时候 他的一些思路 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所以棋手和棋手之间 还有一个搭配度 相反 如果能用唐冲哲 跟马天放搭档 没准 他们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好 我们接下来回到实战中 实际上白驰一掉 黑驰走完以后 白驰这部斜飞 又是跟这手棋 思路相关联的好手 黑驰 当时我看谱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感 黑驰肯定不能爬 爬的话 白驰这一般 这黑驰有点难受 尽管这个真子不利 但这驰白驰交换一个 可以不马上走 甚至可以先拖一下 甚至往这尖冲一个都可以 它可以先进行一些埋伏 只要真子一旦有力 这下搬下的那个严厉性 还是非常厉害 实际上白驰想一想 这驰没法忍啊 走这个的话 被白驰再一穿 那这个黑驰有些苍白了 走这个肯定也不是驰 随时将来给保留 各种各样的手段 而贴的话 白驰肯定会靠下 所以他想一想 这驰只能反击了 尽管白驰是不太喜欢反击的驰手 但他在这个局部 也只能反击了 实际上双方下沉这样 走 但他也坦言 他没有注意实战下面一手的好手 黑驰力 他没有注意这个好手 他当时想 如果白驰冲断 那我就上了 这个战斗也就战斗了 这我毕竟将来有度过的可能性 我就战斗 这个战斗很难讲 谁怕 实战白驰跳加好手 又是朝驰选手 也是实力的一招棋 黑驰这里顿时动不了了 如果黑驰车直接冲断 那肯定 肯定这个没法看 白驰就一路推下去就可以了 先这里亏了一大堆 然后这里又拿不住白驰 如果往这冲断 肯定白驰也不是白驰怕的 白驰一沾 随后一拐 黑驰大致如果贴补的话 白驰这一拐 这黑驰的形也是碎的一个形状 所以白驰经过沉丝以后 决定选择了稳件 一小间 白驰再挡的话 那就完全不一样 那黑驰再冲断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也并非不能完全这么像 因为加上这点一下 这很舒服 但作为白驰来讲 他觉得这其实局面不差 而且这个局部应该便宜了 走这个黑驰管 当时白驰是判断 觉得这驰还可以 因为毕竟把脚给下厚了 这两下 多了这两个字以后脚也厚了 他觉得是比较 这里应该是还可以的事 但实际上却未必 白驰在中央的收获 还是要更大一点 应该下到这样的时候 还是局面应该是旗鼓相当 走这样 把驰一飞 这也是全局最大 如果再让黑驰往这走一个的话 这空有点大了 白驰先 这时黑驰不要背书了 黑驰不要再去按照常规下方 这被人白白尝一下 黑驰白驰再拆 这个子 白白给白驰 这个多个子的价值 肯定 这里也就少了两三木齐 而给白驰这个多一个子的价值 还非常大 将来黑驰现在可以是这么攻击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手法 再点 而如果给白驰多一个子的话 这些手法就没有了 所以黑驰飞 但比这个病要好 这个病将来有可能会被人跳进去 所以黑驰飞 这是局部最佳 尤其是这里如果后驰的情况下 飞是好 但如果没有子的话 这肯定不能飞 被白驰依靠的话 那太难受了 黑驰现在下成这样的话 已经形成了一盘细棋的格局 所以黑驰管 一方面加强自己 一方面开始威胁白驰的脚 应该说下到这样的话 白驰当时坦言 他认为这棋 觉得形势还是不错的 但随后问题就出现了 白驰一飞 黑驰一跳 这个时候白驰认为 他这棋 尽管觉得 这棋 对方也下得不错 但他认为这棋 依然是黑驰不错的一盘棋 但谈不上什么优势 接下来 白驰的这一串下法 白驰飞了刺 他认为白驰肯定不是棋 但可惜是黑驰实战 没有抓住机会 白驰再走这个 实战黑驰这里出现了一个 重大的误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应该是现在黑驰 是最简单的 黑驰只要往这压一个 或者先点一个 白驰能沾 虽然黑驰这棋 实战黑驰发了这个筋 靠一个这一手法 但其实黑驰这时 只要压一个 白驰这棋就已经很难受了 白驰如果走一个 黑驰就加一下 特别舒服 走别的 已经不知道怎么硬了 实战黑驰出现了一个误算 他以为靠这个 白驰走这个 然后冲这个 已经把白驰给吃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驰走这个 黑驰走 他以为这个图是白驰不行 但实战白驰却又强烈 走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理想图 走这个 随后 A B 两点 必得其一 如果白驰走这个 黑驰挡死 然后白驰如果走这个 黑驰打死 然后他仔细研究 看了一下 觉得这一条下法非常给力 白驰只能忍耐的话 黑驰一长 这白驰全被割在外面 黑驰这里两块 本来有点薄味的 其变成一道后世的实地 那这样的话 骑机瞬间结束了 他还反复验算了一下 他觉得这骑肯定没有问题 走这个 一长 白驰如果团的话 黑驰一虎 如果挡下 黑驰就一段 这白驰也同样在劫难逃 然而这骑 他却误算了一个特别简单的 走这个 黑驰一虎 白驰一挡 黑驰走这个的时候 白驰可以先打吃 这个打吃掉 没什么好保 接下来打吃是让黑驰致命的一个下法 黑驰长以后 白驰搬过 黑驰打吃 粘住 这骑 黑驰真子是不利的 大家可以自行验证 真子不利 如果只能弃子的话 那这个亏的连家都不认识 然后这一下 对于白驰 他靠的时候 觉得白驰只能忍耐 他认为这骑已经是大优了 但等到白驰搬的时候 他在验算的时候 他才发现 这骑出现了一个致命的误算 实在只能临时改变主意 走这个 那白驰这一下 明显就亏损了 黑驰这一下 这个字就明显亏损了 本来大致会下成这样 实际上黑驰白白往这靠了一下 那这简直就是在开玩笑了 这一下 这一下直接把白驰给送活了 而且对出头来说 帮助很大 这一手感觉是 黑驰用他的话说 白宝的话说 他认为这里亏了将近一个天幕 在这里一带的误算 本来压一个再加一个 应该说是非常好下的一个局面 而下到这个时候 用他的话说 就已经是炸了 实际上一虎 但白宝的一个优点就是非常冷静 他觉得有的时候 有的骑手非常情绪性 只要一个局部一亏了 当然我也觉得 我也属于这样的一个骑手 比较情绪性的一个骑手 而像白宝祥 李戴春 王称这样的 都属于非常冷静的一个性格 他这个局面 炸了以后 他就觉得 当前我这骑就要重新开始了 之前是我全忘了 这个局面该怎么下最好 他想这个 很想沾 但这被白宝刺一个 这整筷子都不活 黑走这个 那白宝自然冲 不仅目说 后报都非常大 黑漆这里损失是毋庸置疑的了 实际上黑漆走这个 然后我 白宝的时候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这里也很有收获 至少自己度过了 他说有什么收获 这里 这之前有一些交换 白石我这摆错 这 这要倒退一下 黑石点的时候 白石不沾 白石走这个 是这样的一个定型 白石沾的话 黑石会跳 但白石认为这样的效率更高一点 随后是白石挖 黑石虎和白石挖了一个交换 提 所以白石跳 黑石长 白石沾 是这样的一个交换 这比白石单沾 黑石跳 要稍微好一点 所以点的时候 白石不肯定是要靠 而实际上我们再回到这里 黑石虎 白石冲 黑石再跳 我跟他说 这骑你不是也有收获吗 我们先看一下实战 走这个 我说你应该没有亏的一个天目这么多吧 他说肯定还是亏飞了 本身我还有可能 因为这里什么绞一绞的可能性 什么点啊尖啊 他这关键还挺薄的 现在这尽管得了点目数 但却被全下厚了 应该说他这个判断还是非常正确的 像这个时候应该说是黑骑后薄上 我觉得应该亏损太多 本来是拐了以后 又有爬这个子对左下角开始发起攻击 现在非但白石左下角全厚了 顺便把这个也下厚了 这个厚还是有的 尤其像白宝这样的骑手 他非常讲究厚实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说是白骑优势的一个局面 我们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形式 这里黑骑10 11 20 21 23 24 25 这全连上有28 9目 34 44 78 黑骑有50目左右的质地 白骑14 48 29 20 25 这块25目肯定没问题 这块基本上12 3 45 67 这里这两块加一块15 40 然后这里加一块五目肯可能要稍弱点 但这时应该目数上双方差距不大 但这时关键是该摆一下 而且黑骑这块有点薄 所以现在应该说是白骑优势的局面 原因还是这里的一个靠的这个误算损失比较大 实战白骑飞边攻击这块黑骑边那个收木 黑骑当务之急肯定要想办法把这下后 实战黑骑这一首词啊 我觉得这白骑的一个特点 就他先把木数撑住 他先拼一下先把木数撑 然后尽量把你这块词也拱出来 让你借进行词 同时也捞先捞一票 我觉得像王称百宝这样这种风格其中 像对这种东西都特别敏感 先木数大量是他们拼是这种拼 先把木数给你撅住 黑骑扣 一直压 长 实战我觉得这次白骑只要走这个 我觉得就白骑还是明显优势 白骑实战走了一串是压这个 黑骑扳 白骑再跟着扳 看上去多位的指木骑 但实际上讲来说 黑骑也厚了不少 白骑走这个 关键是白骑味道非常的差 黑骑走这个 其实白骑走到这个时候 还不如拆个一 就收一下算了 实战 看上去白骑走得很凶 一段一跳 再一打吃 白骑很想连后 因为他觉得这连后以后 这里全后贴 但实战这里黑骑施展了一个手段 白骑同时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白骑应该这里要做一个交换 首先把这个并了 或者把这个顶了都可以 这两手顶 因为白骑这个有先手 标着这里有落点 这两个我觉得作为白骑来讲 应该交换掉 实战不交换就走不着了 黑骑这点开始搅白骑 好骑 这是时机 白骑倒 作为优势的一方 白骑实在没有勇气来拼这个 这个给黑骑先活掉一个大脚 白骑中间到底将来能收到多少目 这绝对是个未知数 作为劣势的一方 可能敢这么拼 但优势的话绝对没有必要 白骑走这个 黑骑实战一段 好手 继续码白骑 首先白骑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就明显被便宜了 黑骑这里咔嚓一段 白骑能走这个 那黑骑还冲过来 这就明显便宜了 吃也是一个道理 还要被车打一下 还不如这个 实战 白骑走这个 黑骑顶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就先点一下的妙意了 白骑如果走这个的 黑骑一般 这个白骑间接局部就有点蹭不住了 实战只能团 黑骑在虎顶 这个被黑骑逆收到的话 木树后包来说 差别太大了 这等于是一个双线冠子 本来这里面什么翅都没有 或者顶完也什么翅都没有 现在被虎到这个 那这里木树感觉 要亏了一个小天幕 所以白骑这个冲断 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如果白骑在这一带走 骑到黑骑已经厚了 那这里的黑骑 就完全有可能会冲过来 这里你将来再冲的话就走不着了 应该已经是火骑了 所以这一带白骑也下得很细 你先冲 他在他补气之间先冲 他不能接受被黑骑这里冲过来 先冲了一段 把黑骑下中 这局部应该说黑骑 白骑还下得很 很那个 思绪井然的 实际上白骑再一吼 黑骑挤 白骑走这个 但从木树的角度讲 黑骑无意来说 这里是便宜了 先手便宜太多 感觉也有一个贴幕 黑骑再把这回贴 把自己下后 本来是不毛之地 这里走 收出将近一个贴幕 而且白骑的木树大大减少 白骑吃到这个的时候 黑骑就把这个一小飞 又抢了一个最大的小飞 下到这个局部 白骑说 这骑其实已经是大幅度赶上 刚开始下到这里损失完 他觉得形势很悲观 其实下到这个时候 当时他觉得局面依然是要差 但回家以后 仔细摆来一摆 他认为这骑已经是不差了 甚至应该说 黑骑已经是有望的局面 但很细 黑骑小飞这一手骑的价值 确实非常大 白骑其实挺有心情拼一下 但被黑骑这什么 把黑骑可以先冲断一下 这太难受了 走这个黑骑还可以断 因为这打吃先手 这被黑骑先手冲断 那就完全不一样 这后薄差太多 白骑要收的话 只能收这个 那心情太不可了 黑骑肯定冲断 将来还能滚 所以他这骑已经把自己骑形吓坏了 究其原因这一顿贴 骑形不好 多少还存在隐患 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把这个给收了 先手的这个关子没有收掉 这也差很多 白骑打吃 黑骑小飞 这是当然这骑 黑骑离银还早 还需要顽强的拼搏吧 白骑一跳 一方面把这个自己下唱 否则黑骑这一般的话 白骑这考虑要马上补齐了 一方面下唱 一方面扩张这一块 黑骑走这个 施展手段 一飞 白骑走这个 实际上这骑 其实白骑只能沾这个 降到黑骑往这转一转 这里 应该说黑骑已经是有望了 实际上白骑拼到这个 这是白保局后非常后悔的一个地方 作为黑骑来讲 黑骑首先断 黑骑有这个断的可能性 白骑如果吃 黑骑就跑 白打 黑骑走 这两个不能被吃 吃的话就马上就输了 这样的话走 白骑沾 黑骑拐 这个图黑骑 白骑太危险了 甚至黑骑并然冲了一家 这白骑联络都会有问题 黑骑是这样走 就把简单连回 让白骑自己补回 这白骑中间潜力也全被消了 这对于黑骑来说 是千载难逢的两极 当时白保说 他主要有一个误算 是走这个 白骑有走这个的好手 这是非常眼见的一手 黑骑如果走这个 被白骑捅进去 那肯定不对了 黑只能挤 白骑走这个 当时白保看了这个 但白骑有一管 他觉得这个 胜面胜少 黑骑走这个 白骑一搬 黑骑只能打这个截的话 那这个有些苍白 只能打这个截的话 白骑这一串都是截裁 这肯定不太行 但是可惜 他回去白骑的时候 他才发现 黑骑有好手 白骑冲的时候 黑骑没有必要断 黑骑有利益的好手 这可以让白骑 黑骑一招致命的好手 直接白骑就炸了 白骑没有任何办法 粘的话 黑骑就跳过 小尖 黑骑可以束手顶住 如果拐 黑骑就粘 吃的话 黑骑就跑 没有任何变化 这直接 白骑就结束了 所以黑骑这里 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作为黑骑来讲 什么时候断这里 白骑什么时候 就出现了问题 这不加 多多少少还过分了 实战黑骑不走 结果实战被白骑 后面这一手补回 这个效率 明显比这两个要好多了 白骑反而便宜了 究其原因 还是他没有看到 当时对局的时候 白骑没有注意这个 那没有注意这个的时候 他觉得这里 暂时先放着不早 他先把这个 长 我觉得也是很具有功力的一手棋 如果捞我下的 我肯定是非常极端 走这个 先把木捞了 但白骑这一手虎 黑骑很难受 由于这里有气井的关系 白骑一闯 黑骑基本上这里 已经口径被封住了 因为不走的话 白骑这个冲是先手 黑骑走这个 白骑拐也是先手 因为白骑冲了冲了一吃 黑骑接不归了 冲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只要把黑骑气井住 所以中间的潜力 还非常大 所以白骑先尝一个 非常具有迷惑性的一手 白骑当然把这个抢了 然后轮到黑骑 黑骑这一代 我觉得白骑这个构思 用一个贬义词来形容 是非常非常阴险 但其实是夸他 这个绝对应该是 包一词 这个当时我觉得第一感 这次太过分了 这怎么能销到这 这白骑肯定反击 所以其实他有构思 他在一冲 白骑走这个 白骑一尝 所以下一手是 这里的点睛之笔 黑骑兼这个 好奇 白骑绑的话就中计了 黑骑一搬 白骑这块大龙直接死了 所以这一代 黑骑的构思 还是非常巧妙 我估计它是长的时候 就看到这里 冲了一顶式先手 所以设计了 这个计划 白骑走这个的话 黑骑一冲 这个沾 黑骑就冲 就死了 走这个黑骑一尖 也死了 所以等到尖的时候 对手恍然 恍然大悟 再回来 黑骑走这个 穿出去 把潜离城破了 白骑搬 黑骑先点一下 粘住 再重 白骑挤一下 粘住 黑骑构思很精彩 把白骑中央 潜离全破了 但究其下得失了 白骑觉得它未必便宜 尽管构思非常巧妙 也成功了 但是像白骑这里 多了指木器 黑骑这里弃紧了 另外白骑这里 资本控也有 白骑在一间 资本控也有 未见得便宜 所以这一代也是 围骑就这么巧妙 有的时候 跟着全根领下 确实也未见便宜 况且是对手 防不胜防的时候 给你偷袭了一下 还是没有便宜 就只能说围骑太难了 只让黑骑挡 就它黑骑还是没有注意这个 实际上被白骑走成这样以后 感觉这骑顿是细了下来 所以这一手棋的价值还很大 本来一段 所以可以看出 这盘棋尽管没有一盘 什么波兰壮阔的战斗 但大家这次斗功力的时候 一些小地方 特别特别值得注意 下面一首又是我感觉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首棋 它收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其实四小十大的一首 如果让白骑走 白骑顶一个 将来一般沾 而跟实战时黑骑能收成这样 实战黑骑是能收成这样 这黑骑增加了一二三四四目骑 而白骑呢 这减少了五六七 相当于这是一个 逆收七目的大关 这还几点 逆收七目的大关子 非常大 白骑跳 既然跳了以后 这骑黑骑觉得没有什么好保留了 就把这两下收了 随后黑骑搬 长 可以下的真的是非常冷静啊 但这里带双方 我又不得不给这两位骑手点一个赞 首先 黑骑这部搬的价值非常大 不走的话 被白骑搬一下 黑骑很难受 这有可能全被收紧了 搬特别紧 然后这一部骑不仅 白骑实际上这部飞啊 刚才我摆的时候都摆这部搬 因为作为骑手来说 低杆总是搬 但实际上 白保也说 他也没想这部飞是好起 确实好起 黑骑还是要贴 白骑还长 这明显比放在这里要好 这两个字 所以这个也是朝鲜骑手的一个功力啊 确实下的都非常好 黑骑走 其实我是说白保说 你这骑这么收有把门 他当时觉得这骑特别细 然后也进入独秒 他说往这里再往深走 确实当时担心就直接死了 感觉这么收也是挺细的 所以关键还是他对一个后半盘还是非常有自信 跳 冲 冲 白骑中间也可以看出也收出了不少木树 先挤了一下 这应该说收的还是很舒服的 还是在这靠一下 这白保的关子 大家可见一般 下的收的非常细腻 靠完一下以后 这还有先手味道 再一冲 先挤完再冲 这任何地方一个小细节就直接可能导致这盘棋的胜负的变化 再抢到这个打吃 这个打吃有多少木呢 白骑立完了一毡 这有一二三四 实际上走完以后只有一木棋 黑棋增加三木 白骑也增加三木 这个有六木棋的价值 后手六木 实际上白保认为这部力有点小 白棋可能还是要考虑冲完了先把这里挤一个 或者把白棋黑棋回去 另一个棋木数并不大 要走的话 他觉得也应该是先扑一下 先扑一下 看这个硬手 因为跟这里收器有关系 这部力完以后 黑棋将来有可能就沾着收了 所以这个力的有点小 可能是这部力是最后的败招 黑走这个白棋力 实际上走这个 白棋 这一代说白保说他这独秒时候 心里特别特别虚 因为马上就迎来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胜负处吧 就他特别担心白棋就走这个 走这个 然后随后是白棋要 往这 这黑棋交换过一下 交换过 白棋这其实走这个的话 黑棋一沾 就没有任何 白棋只能走这个 黑棋断 黑棋可以团一下 白棋管 黑棋正好可以虎刀一下 来走 黑棋沾 随后白棋 走这个的话 不见得便宜 走不了这个 只能吃这个 黑棋就算这个连会去 他就觉得不一定便宜 甚至这时候也可以不走 白棋如果挤的话 黑棋可以再走这个 正好是白棋不行 如果一旦让这个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沾 白棋这下来不及打吃 打吃的话 黑棋冲死了 所以白棋只能沾这个 黑棋吃 白棋提 黑棋打吃 白棋提 尽管这里减少了 非常多的木数 但是由于白棋 这下没扑到 所以黑棋这个转换 黑棋也不亏 尽管他当时在说 就坦言独秒的时候 他有些算不清 判断不清 但质感来说 好像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图 黑棋可以先手 扳到一下 就挤的时候 黑棋能这里扳到一下 这是黑棋特别 引以为豪的地方 也就是 因为这个原因吧 可能白棋实战 也就选择忍耐 忍耐的话 黑棋 沾上这个 这小胜已经不可动摇了 应该说 这白棋还是比较可惜 如果先往这里收 不收这个 或者先扑一下 可能结果会不一样 黑棋走这些 先唬一下 现在非常细腻 先唬一下 可见白宝 其实在读秒的时候 棺子还很细 因为走这个的话 白棋有可能先收 这个有可能差一木棋 黑棋走这个 白棋沾 黑棋把这个沾上的时候 白宝说 他觉得这棋应该要赢了 实际上冲 黑棋挡 这确实 这里没有一个 收器的一个隐患以后 这确实木树是差的太多了 接下来 接下来 关子肯定还要再继续争夺 白棋就把这个铺了 黑棋走 这铺了是一个五木棋的关子 而黑棋这个猴进去 也是用五木棋 是剑合 应该说白宝这棋 后半盘的逆转 应该还是很幸运的 正好一些关子都是剑合 白棋把这个 收了一下 白棋把这个管 团 黑棋走 双方因为这排棋 两个人下棋的时候 都是全胜 就谁赢谁就 有可能获得这次的世界冠军 所以下的还是非常的谨慎 最后关子其实已经出路不大了 下到这个时候 估计两个人其实都已经看清了 现在都很简明 实际上黑棋在这里犯了一个特别搞笑的错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黑棋贴一个 白宝想的是很好 说这两个关子大家都逆收 对吧 这个我逆收一个 两个两木剑合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勺子 白棋可以先抓紧实际这一段 黑棋沾 白棋一团 这一步其实黑棋就得收了一个单关 黑棋走这个 幸好这棋不影响胜负 大家收完以后 这两个一人一个两木剑合 否则的话就有可能要输半木了 实际上白棋 也可能也有点下晕 他也没注意 白棋再走的时候 自由黑棋这个打是来不及的 打的话被黑棋一吃 这全死了 然后实际上还好 白棋这个时候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一走 黑棋一走 白棋把这木挤掉的话 这其实是盘七 还好这个比赛规则是贴六木半 因为是世界约维锦标赛 是贴六木半的 如果这其实贴七木半的话 这被一团 这让输半木 这简直昏过去了 还好实战白棋还也没有看到 直接是收了一个半张 白宝赶紧把这个打掉 白白便宜了一幕 然后再把这个班毡收了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赢了半木 赢了一幕半 就多赢了一点 但中关整盘棋 我是觉得还是下得非常精彩 一直咬得非常紧 朝鲜的实力 骑手实力 我感觉也可见一般 最主要的 我觉得这盘棋反映的是 白宝的一个冷静的特质 它的棋有的时候 就下得不顺利的时候 应该说谁都有 但它不慌不忙 冷静地拉长战线 这是它的一个战略战术 而在棺子的一个争夺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白宝的表现 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 它的一些对棺子 不管是读苗也好 不读苗也好 这棺子收的是滴水不漏 这其实一方面 棺子的一个养成 很多棋有问我 棺子怎么长 一方面是一个基本功 大家需要可能做一些 棺子题 守经体 死活体 加强计算 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多下 下完棋以后 尤其是棺子升幅的时候 多摆 其实我觉得一个 维基杰老前辈讲过 这棺子其实说提高 好提高也很好提高 说难提高也很难提高 只要你肯下功夫 把下完棋多摆一摆 多研究 想想哪个大多算一下 这棺子在激烈的过程中 总是会提高的 而白宝这盘棋 无论是棺子还是冷静 都给大家带来了 很深的印象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